鬼神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很大的篇幅 鬼也让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 非常的恐惧 那到底鬼长什么样子 我们熟悉的鬼门关奈何桥又是怎么布局的呢 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丰都 丰都的鬼城啊可以说是全国文明的 那这鬼城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一块进去看一看 云游四海旅途寻梦家 带你游遍山川湖海 鬼城的门票呢是90块钱 然后进来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坐缆车上山 也可以选择步行上山 缆车上山呢单程是20往返是35 这个山呀不算特别高 所以我就选择爬山上来了 没有坐缆车 丰都鬼城其实有很多的称号 它被称为幽都 鬼国京都 中国神曲之乡 鬼城呢以各种阴曹地府的建筑和造型而著名 在景区之内呢 主要景点有亨哈祠 奈何桥 鬼门关 黄泉路 望香台 天子殿 等等 我爬山爬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到达了缆车的终点了 大家如果能爬山的话 建议可以爬一爬就不要坐缆车了 其实上一次我们看到类似的景观还是在宁夏的高庙保安寺 那一次啊也是非常震慑心灵的 所以这一次我对鬼城之行是充满了期待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了主景观区了 但是奈何桥这里现在是在维修 所以我们看不到 只能是通过这个图片看一看了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中间这座桥呢是奈何桥 左右两侧 这个是金桥 这个是银桥 奈何桥呢是进入鬼门关的第一道关卡 据说呀 好人经过奈何桥就会平安无事 如果说是坐多端的人的话 在走过奈何桥的时候就会掉下旁边的血河池 去遭受磨难和苦难 在奈何桥的旁边就是孟婆忘忧铺 喝过孟婆汤之后就会忘记前世的种种 了无牵挂的走上黄泉路 我们面前的十阶呢一共有三十三级 据说呀它每一级就代表一重天 走过这三十三级台阶就会到达三十三重天 也就是玉皇大帝所在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玉皇殿呢 它是始建于明朝时期的 原名叫做灵霄宫 后来在清朝的时候改名叫做玉皇殿了 在我们到达一定高度之后 向远处眺望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长江对岸的丰都县城了 丰都鬼城下面呢是有一个码头的 坐三峡游船 第一站就会来游览丰都鬼城 在来之前呢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丰都为什么会被称为鬼城 丰都鬼城原名为丰都鬼城 你别看就这一字之差 原来的书写方式就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而这个丰字本身就有阴间的含义 这里呢在古代是八子别都 坐落在长江沿岸的山巒之中 茂密的树林灌木 把鬼城上的一座座建筑隐匿在其中 若隐若现 更给这里增添了一份神秘和阴森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鬼门关之前 走鬼门关有两大注意事项 第一呢是不要摸鬼门关的门 第二呢就是男左女右一定不要迈错角 跨过鬼门关一生保平安 走过鬼门关就是黄泉路 关于黄泉路有这样一句话 黄泉路上无老少 黄泉路上不要回头 如果大家来到这里的话 在黄泉路上不要接电话 寓意不好 走到路的尽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望乡台了 顾名思义就是要在这里 最后的看一看家乡还有亲人 在望乡台的旁边就是天子殿 这里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地狱的种种 进入天子殿之后 我们最先看到的就是黑白无常 跟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不太一样 白无常呢是笑嘻嘻的模样 仿佛跟阴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走进殿内 左右两侧就是石榴鬼王 我们熟悉的牛头马面都在其中 在西游记当中 孙悟空撕生死簿的画面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生死簿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判官的手里 在阎王的塑像之后 是他的妻子天子娘娘 据说呀天下女子的长相 就是由天子娘娘决定的 在大殿的两侧就是地狱的展示 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 鬼本身并不存在 它是人们内心活动的一种真实展现 古人想象出鬼神的形象 并且赋予了神话传说 那在全国这么多地方 为什么只有丰都这里成了鬼城呢 要追溯最早的历史 恐怕要从巴蜀底腔部落 第一代鬼王土伯 住在鬼国幽都说起 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底腔两族都信鬼 信巫 于是产生了一个共同信仰的原始宗教神 土伯 被称为巴蜀两族的第一代鬼帝 传说这位鬼帝住在幽都 后来到了东汉年间 又出了一位人物 张道陵 可能我们不太熟悉他 但是一定听说过他的孙子张角 黄金起义险些推翻东汉政权 也拉开了三国的帷幕 张道陵在四川创立的五斗米道 又称鬼道 吸收了枪底部落的巫术 作为他驱轨治病的法术 封都这里又被赋予了神话的色彩 后来道教又封封都为尤治之一 也就是从东汉起 封都被人们认定为鬼都 这里也就兴起了一些和鬼神有关的建筑 根据魏晋时期的史料记载 封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 有三宫九府 宫阙楼贯寺天庭 鬼帝坐镇在此 捅亿万鬼神 可见在魏晋时期 这里就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封都鬼城 也是因为长江水位的上涨 而迁到这里的 在长江对面的封都县城呢 也是封都的新县城 听当地人说 曾经的县城是紧邻着鬼城 曾经的封都城呢 仅有三座城门 唯独没有北门 江北人去世之后 埋葬的方向是 脚冲西南 头冲东北 意思就是向封都报到 封都这里的特色美食呢 就是麻辣鸡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县城里面去尝一尝 其实不管是玉皇大帝也好 阎龙王也好 不管是在灵霄殿也好 在地狱也好 它唯一的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要告诉我们 做人要行善行孝 一直要做善事 做好事 现在呢 封都鬼城里面 有很多地方都在修善 奈何桥 我刚才看了一下公告 大约修善好的时间呢 是9月18号 大家如果对这里比较感兴趣 想来的话 要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